因為台灣人在買麵包都是以視覺 我要大顆看起來就要貴 要貴就要大顆 其實是裡面都是空氣了 那裡面要產很多空氣 就必須用一堆上的酵母 才能在世界內產出那麼多空氣 其實商業的酵母 它就是因為有添加了一些化學的東西 其實沒有 它也是天然酵母的一種 只是說它只有產氣 它沒有香味 可是我們麵包要講究的是天然的香味 對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會添加水果酵母 不然你要不要聞一下 好啊 那沒有添加水果酵母的麵包 那它的香氣從哪裡來 就是糖油蛋 所以它就要需要加更多的調味料 對 像葡萄乾 然後再醃 對 像葡萄酒的味道 像葡萄酒 對 但酒味沒有那麼重 對 因為它還沒有養到這麼 它不是酒的過程 它是讓它產生氣體的過程 可是我們去麵包店 我們可以這樣直接問店家嗎 說請問你使用的是水果酵母還是商業酵母 他們一定都不會回答你 可是很明顯的有著店家的門口就有這個味道 真的嗎 我們聞一下 這也有一個味道 很明顯 對 就麵包店的味道 對 就是麵包店的味道 因為他們都用過量在做麵包 OK 聞起來有點就是腥臭 對 很臭 可是到麵包店不會那麼臭 它就是會有一種 因為它有奶油去綜合掉那個味道 對 但是就是麵包店的氣息 所以如果我聞到像類似這種 麵包發酵的味道 就可能 他們用過量 過量 對